大阪城中央高耸的天守阁是一座外部五层 内部八层的历史博物馆 公园内有13件重要文化财产 以及将历史传到现在的历史遗迹和传统场所 旁边一个小道去走一走 然后稍微拍一点素材 然后再分享给大家 因为今天旁边的樱花已经全都有点凋谢了 那个新芽已经爆出来了 我们旁边去看一下 这里进去可以看到天守阁 有大阪城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但是我很想直播 但问题是 可能是手机原因吧 就是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不通过 不能直播 所以也没办法 我下次再问问如何直播 然后到时候给大家直播一下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边是护城河 对面一排粉红色的就是樱花 现在已经开始慢慢凋谢了 刚开的时候 那是非常漂亮 明年吧 明年 看时间我过来拍 下面还漂着一个无人机 这边是不允许弄无人机的 非无人机的规定的 所以有可能 什么原因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水下面有一个无人机 好了我现在就往里走了 陪大家去看一下 这里走太危险了 太高了 外围的公园 包括那个小景点都是免费的 就是上那个签手格需要花费可能500日币 30块一张门票 还真可算贵 这个门太古老了 你看 这个门好厚 这么厚 炮都打不烂了 都是一些做直播的 旁边樱花已经掉了 有大家看到吗 我走得气惨嘻嘻 我早晨办事嘛 就是怕迟到 日本办事就怕迟到 所以要守信 什么时候到就什么时候到 樱花已凋谢 把这些樱花拾起来 把它埋了吧 咱们来一处红楼梦 上千年到老城墙 老城墙下有樱花 樱花的绿叶都出来了 也就意味着它快要过季了 游览小火车 我就没时间坐了 彼此走 走到前面一个路口转弯 上去就是牵手的 绿绿的 看到了吧 跑到这边人还是蛮多的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了大阪城天守阁 旁边的通道 上去 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旁边看到吗 封城秀吉的雕像 那边是一个神社 我就不进去了 那个 我们往左手边走吧 以前龙哥跑到这边经常会拍照 现在我都懒着拍了 里面绿绿的就是大阪城的天守阁 旁边都是游客 来自很多国家的游客 都在这里拍照留念 现在就差我们同胞了 同胞们你们什么时候来 好了我们进去吧 广角拍摄啊 我觉得那个 显得屏幕太拘谨了 这个发型漂亮啊 头上还戴定帽子 Sakura 小樱花 旁边是古老的城墙 好了我们继续往前啊 里面我就不去了 这里面现在变成了餐厅了 好像餐厅还有买手办理的 去 还有我在这边等他 你那就是 好 我 我在你边上 你就不要拍我了 当然要拍你了 每个镜头必须要有你在里面 你也是主角 你等他拍照片 我等他 反正回头你来去找我 那我给大家去拍一下天守阁 我跑到那边静一点地方 为大家拍摄一下啊 好了 继传续续跑到这边 很不容易啊 这边有很多欧洲美女 在拍照留言 漂不漂亮 天守阁 天守阁 到了 雄伟壮观 这边是旁边排队排了那么多的 都要进天守阁 上去参观 荣哥以前去过 所以没必要再花这个钱了 上去人很多 挤来挤去 其实看起来也不太爽 是啊 那 很久不糟了 重阁 我一直在想 我一直在想 走到这边龙哥就不能进去了 好啊 稍微拍一下就可以了 旁边又有一棵樱花树 哎呀 累死我了 汗流加沛 我是工作娱乐两婆物 再来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咱们就在这边结束视频 龙哥现在回去了 好吧 我累死了 都是汗 你看头上都是汗 太阳光现在直射 很热 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 我是龙哥 感谢关注美的动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大家好 休息 龙哥现在回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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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